導演你好 很開心見到十二夜的導演 今次拍攝十二日 兩套戲很明顯覺得有關聯 有當代的愛情故事 我應該抱持什麼心態去看 例如我現在看Matrix 4 我應該放下Matrix的1、2、3 還是帶回Matrix的1、2、3進去看 Matrix 聽說我有看 你如果不看頭三集看不明白 因為他有很多理想你已經知道 但十二日就不是 因為是完全另一個故事 反而你要有一個結婚 或是有一個很長的關係 然後你去看就會明白 如果你只是拍拖一年 你未必看得到那個味道 我本人結婚接近十年 是對 即是對我看 因為是十年的故事 他也差不多十年 對是十年 由相識到結婚 後來想分開又再回家 前後十年 我會否看完破壞我的家庭關係 有機會小心 我真的很害怕 尤其是我是女性 從女性角度去看一段婚姻 始終我的觀點就是女性 我覺得女性就好像要受苦受難 多一點 即是說其實不一定要重溫十二日 而去看十二日 不過十二日是很值得重溫的 因為當時是張柏茲最美 我記得那張海報 張柏茲還有好像有少少 baby fat 對 肥一點也很有趣 那時很漂亮 還有在十二夜裡面 我記得有幾場張柏茲去派對 試幾條很漂亮的晚裝裙給Eason 她也說不漂亮 更性感 大老妹 前面又有些VV的 很漂亮 這次Staffy有沒有少少的畫面 Staffy比較突破就是有床上戲 應該她好像沒有那麼投入的床上戲 現在挺長的 我立刻在裡面的Library 有沒有呢 應該沒有 Staffy有沒有呢 好像真的沒有 是啊 她跟方先生那些好像都是疼疼的 但今次其中一個突破就是 她竟然有這種事 因為故事講到婚姻 對 婚姻你一定有 很自然有這種事 除了女主角 女主角就是Staffy 男主角呢 其實我比較少在香港電影 就見過這個名字 你可否用導演的角度推介一下 又或者怎樣 cast這位男主角 告訴我們 原本我們由Staffy先埋位 因為一直以為她適合 然後一直以為誰可以跟她合作 但因為Staffy之前拍過很多愛情片 我們就想有些新鮮感 她就有提過 不如我們試試馬志威 我們檢查一下 是呀 她在大陸現在很紅 因為有一套劇集 類似這樣的角色 我看回她的電影 她的樣子和她的知名度在大陸 因為我們這套劇都會在大陸上 我覺得加加埋賣又有新鮮感 挺好 剛才我在外面見到真人 都覺得 很英俊 再高到我半個到一個 本身是模特兒 是呀 真是很好看 Staffy配上去 很配合 男材女貌 想問一下 在關於婚姻的故事裏面 創作或者原點 是因為你的一些經歷 還是你又會參考其他人的經歷 又或者裏面有沒有一些經歷 又跟Staffy本人有些重疊 令她投入了角色 在導演的角度 其實十二夜的時候 為何要用十二 就是因為 沙士比亞的12夜 第十二夜 我就用了名字 而這個所謂續集 就是婚姻編 我就用了十二日 所以數目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有沒有自己的經驗 有的 十二夜和十二日都有 但是不是同一個人 或者一定是婚姻 或者一定是拍拖 也有我身邊人的感覺 除了適合結婚的人 還有甚麼人應該適合她入場 然後她也可能看出一個味道 我想如果你是 準備結婚 你都可以看看 如果你夠膽 會不會看完後不見 我覺得有很多有血有肉的東西 但是十二夜一樣 譬如有些對白 有些情景 你會覺得 哎呀 我發生過的 或者是我聽過的 所以譬如你說Staffy 兩個主角都是 她跟那個角色不太相似 但問題是她也說 我知道我有朋友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我聽過很多 變成跟十二夜一樣 是很有共鳴感 但你不是一件的 譬如不是說我由一個 第一日和十二日都是同一個伴侶 你可能這個第一個男朋友是這樣 第三個男朋友好像是這樣 也不一定 十二夜有個很大的驚喜 譬如海報 我看到陳奕迅 我看到張柏芝 我當然覺得陳奕迅和張柏芝在 誰知道一進去一題 開展是一個停風 一進去開展是停風 除了Staffy和華智威之外 有沒有其他重點的角色 在這部電影中 有些不同 因為始終拍拖 還有很多身邊的朋友 情人 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所以其他客串不多 基本上由這兩位演員 由頭帶到尾 想結婚 然後結婚 然後相處 你說有沒有一些閨密 就沒有 有些其他角色 但也不算是跟十二夜 那些比較重要的角色出現過 重點都是落在主角方面 現在經歷了一段時間 十二夜到十二日 中間兩個作品 你自己在拍戲現場的心態 有沒有什麼改變 或者這兩個作品 一定是近一點 這個作品一定會昇華一些 有些東西成熟了 在兩套戲的導演的心態 有沒有什麼改變 其實拍十二夜的時候 我已經過了十二夜 Jeannie的女主角的階段 而我覺得拍拖對我來說 不是很慘 是挺好玩 挺有趣 好像哭了 但其實一會兒沒什麼 你就認識別人 不用死 但婚姻真的比較沉重 因為始終我們一般 都是對婚姻很認真 才結婚 通常都是結一次 最多兩次 但拍拖是不同的 我拍很多切拖的 所以我會覺得 整件事是沉重了 如果是比十二夜來說 十二夜還可以笑了算 但十二夜就覺得 有一種唏噓無奈 因為整件事都是十年 你想想你人生 如果放了十年在一個關係上 然後你走不出來 或者你覺得有點錯 其實那個感觸是大很多的 跟你說我拍完一年拖 走了 是不同的 你一邊說一邊 我都覺得你好像在說我一樣 是嗎 最後有沒有對觀眾的說話 宣傳一下 或者這套戲 你覺得拍得最開心的地方 或者最好看的地方 是甚麼呢 其實我寫和拍十二夜 十二夜兩個 我希望做到的事情 就是你隔很多年看 你都覺得不歐的 事實上十二夜 有很多人看 十年了 現在二十年了 現在看都還說 是這樣的 我其實就希望有一個這樣的效果 十二天 你看完的時候 無論你是現在結婚 十年後結婚 你看回的時候 哎呀 是這樣的 原來男女在婚姻的關係 權力的鬥爭就是這樣 我其實很想做到這樣的事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有留言 是這樣的 我會很開心 無論你是幻想結婚 快結婚 還是結婚一段時間 都可以留意這套戲 還有 即使他在這段時間 未上到 之前 我都推介各位 重溫一下十二夜 十二夜的確是一套 你現在看 都不覺得那些東西是掉了 我也有信心 十二日是一樣的 在這裡祝十二日大賣 也再做愛情的經典 多謝導演 多謝 也是 你來自立的 反正 封面 兩下 是 我